大丈夫一页寄出 什么码都难追 我在香港的整个演艺工业里面 已经30年了 我从歌唱 然后到电视 然后接触电影 舞台 话剧 然后做编剧 导演 制作人 兼职 然后广播 我从来也把这个当作是普通人的艺术工作 所以我觉得 我马俊卫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星 那时帮我找就没有 从偶像歌手 到家喻哭笑的演员 再到北大学子 香港公职人员 他就是因路领迹走红 被誉为史上最帅康熙的马俊卫 近日 香港演员马俊卫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分享自己的跨界人生 1993年 一首李湘岚 令22岁的马俊卫 夺得唱歌比赛冠军 由此成为华纳唱片的签约歌手 正式出道 但他的星途 并未因此光辉灿烂 一帆风顺 三张专辑反响频频 令27岁的他 一度萌生退出演艺界的想法 然而一通失禁的邀约电话 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折 我真的是打算退出了 可是那个时候 就电视台打电话给我TVB 他们找我去Cast 去面试一部连续剧 结果面试那部就是陆顶级 小玄举这个角色 把马俊卫从乐团 以歌手的身份 转型到一个音乐 就是很累啊 拍那个戏 为什么 因为我每一天都是一个皇帝 每一天都是要做的 就是反反直直的 因为小春他的个性跟我不一样 其实跟我们这个戏里面也差不多 我是一个比较震惊的人 他是比较黄皮的 所以他有时候也的确能让我放手 我们后来也变成了好朋友 我真的没想到会一直流传到今天 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一弹起 那个戏他们就说 哎小春天 然后看到我就想到陆顶级 陆顶级的播出 令马俊卫火遍两岸三地 从此片约不断 成为TVB的御用男主角 《地女花》里痴情温柔的周世贤 《落神》里才花横溢的曹植 《金牌冰人》里机灵聪明的全家福 在香港影视产业的黄金时期 他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古装角色 成为一代代人的共同纪役 我觉得TVB的确有他们的一种风格 我们几乎你主演 我们一天24小时的话 基本上你都在拍 我们可以连续不停地 外景线头 外景线头 你今天有时候 你常改的四五叶子 我马上要背 马上要看完 三十分钟后 你就要进棚里面拍 你还要全部都是现场修音的 不允许演员 你没有看好剧本 没有背好剧本就进身份 所以我觉得这些呢 就培养了一群 挺能吃苦的演员 因为他会练作了我 今天对我来说 什么都是很简单 当歌手做演员 在演艺界闯荡二十余载 马俊伟初心未变 早年间的无奈辍学 并没有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 二零一八年 一条去北大读书的微博 让他再次出圈 四十七岁再次背起书包 当学生功读EMBA 马俊伟说 在北大学习的两年 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有一点我真的很骄傲 第一我从来没有请过假 我从来没迟到没早退 然后我每一次做功课 我不是第二就是第一个教的 然后我还在北大的那两年当中 还开办了一个早餐会 我跟其他硕士生方的学的都一样 然后也在学校里面上活 那两年非常美好的回忆 读书 学中医 考咖啡师证 创办青少年艺术教育机构 马俊伟的跨界之路丰富多彩 2022年11月 他入职成为香港公职人员 2023年1月 他获香港特区政府委任 成为香港艺术发展局成员 马俊伟说 新的身份意味着新的责任 国家十四五规划 将香港定位为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他希望与同业一起努力 发挥香港影视特色 与内地影视产业通力合作 推动大湾区电影项目建设 我们内地的影视发展的速度超级坏 绝对就是一个国际水平 整个中国的影视发展 已经在整个国际市场上 已经有一个非常高的定位 我希望我也好 我周边的同业也好 都能投放更多的新的创作 然后好好利用国家 我们内地整个影视的配套资源 好好拍更多厉害的电影也好 连续剧也好 话剧也好 音乐剧 舞台剧 都可以 我打算就是我们新一届的委员上任以后呢 我就计划马上推动 整个大湾区的一个 一些电影的项目 包括去不同的点 去拍摄 去邀请不同的城市的技术人员 或者是演员 共同参演 去派去一部 不是以香港一个单独一个单位 去筹备的一个电影 澳门也好 网组也好 反正整个大湾区里面的各个城市 发生一个故事 其实我都在构思当中 感谢观看